大家好 中国的航空员身着中国的第二代的舱外航天服出舱活动 中国就成为第三个能自主制造舱外航天服的国家 之前08年翟志刚有出舱过 但是这是中国第二代 所以中国是第三个能自主研制舱外航天服的国家了 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 还有就是美国 这个舱外航天服很难造的 美国现在仅剩四套舱外航天服在空间站 其中一套还出现故障 很快就要没航天服了 航天员出舱活动必须要穿航天服 与这个SpaceX简洁时髦的航天服相比 中俄美三国的舱外航天服都显得很雍拢笨重 其实并不奇怪 有人问为什么不能用SpaceX那种苗条的航天服出舱活动 为什么航天服很贵 对吧 有人说是一套航天服用五次就必须扔掉 是不是真的呢 其实这个咱们看 平常在地面生活 太空中的环境是极其恶劣 它跟地球上生活不一样 它不适合人类或者任何一种动植物的生存 太空中是不适合的 所以太空中是没有空气也没有大气压 没有氧气 如果没有压力 还有没有压力 人体没有压力 体内的水和血液就会沸腾 如果细胞爆裂 瞬间死亡 太空中的温度也是极其极端的 能晒到太阳一面温度是高达121摄氏度 晒不到太阳的一面温度又低到了零下150摄氏度 正负接近300度的温差 没有人能受到太空中还有非常强烈的辐射 宇宙射线 X射线 强紫外线和高能粒子都是致病甚至要命的东西 不仅如此 太空中还有许多微流星体 这些小东西没有芝麻大 但它们会以几十倍的音速穿行 其中就可以有可能就洞穿你的航天服 或者你的皮肤 正因如此航天员平时待在空间站 或者飞船里边是相当安全 只要一出舱就要面对生死 但是空间站维护维修 还有一些暴露的科学实验 又需要航天出舱 这时候就需要设计 专门设计一个小型的保护装置 就是舱外航天服 舱外航天服要为航天员提供足够的大气压力 供应氧气水回收 分离二氧化碳水蒸气和其他有害气体 隔绝外部的温度 并维持航天员的体温 阻隔危险的宇宙射线 还要能防弹 抵挡微型流星的撞击 它能相当于一艘穿在身上的飞船 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又能灵活的操作 因此贵也是情理之中的 它到底有多贵 传说中国一套航天服成本是3000万人币 美国现在的有四套舱外航天服 全是80年代设计 90年代为航天飞机制造的舱外移动单元 EMU 当时每套的成本大约是1500万美元 折合今天大约就是1.5亿美元 就是大约10亿人民币 咱们知道这个价格并不包含航天服的生命支持系统 就是舱外航天服背后背那个大背包 那整个生命支持系统是舱外航天服的最重要的部分 也是区别于舱内航天服的一个主要特征 这个大背包里边的设备主要是调节内部压力 供氧 过滤废气 水蒸气 循环通风 语音和数据通信 还需要监测航天员身体各样指标 它如此重要 价格上也绝不选 因此许多西方人认为这套系统 加上之后整个美国每套舱外航天服的价格 应该高达2200万美元 就相当于今天大约14亿人民币 跟一艘大型的驱逐舰价格相当 现在美国只剩四套航天服了 人类生存核式气压是一个大气压 大约就相当于每立方厘米承受一公斤 一千克的压力 要想在太空中维持三分之一大气压力 航天员表面上就像一个打足了气的排球 航天服就像一个打足气的排球 对航天服的织物强度 还有气密性提出的非常艰巨的挑战 也说它同时意味着航天员要承受巨大痛苦 航天服由于许多层的构成 里面最里边一层叫夜冷通风服 它就像贴身穿着空调 密集分布着纤维管道 负责皮肤蒸发水分 收集吸收 还有对身体表面通风降温 在通风服外边 包裹着宇航员全身最密封气囊层 还有约束层 它负责在真空中向人体施加压力 向外图抹了绿钉橡胶的 叫尼龙布抵御流星撞击 微流星撞击 还有最后一道屏障 保障外边是七层的肚铝 PET的薄膜 还有六层无纺布 它是航天服的防热 隔热层 航天服最外层就是防水 耐热 阻燃 耐磨 高强度的织物 叫仿纹编织 它通常是白色 以最大程度的反射阳光和热能 航天服到底有多少层呢 其实没人知道 因为美国家都不同 并且在充气加压之后 它还需要灵活运动 对吧 很不容易 所以大部分关节位置 都加了活动支撑结构 所以说航外航天服 就是最难度的是手 航外航天服 太空行走 不是跑到太空看风景 它需要连续作业几个小时 一个繁重的工作 航天的手不能暴露在太空中 它戴厚厚的手套进行操作 要保证精气操作 手套内部有滑轮和和弦系统 以增加灵活性 它要保持手的温度 湿度和气压 能够承受反复弯折和硬武的穿刺 所以这一切都考验整个技术难度 科技能力 所以由于每个人的手大小不同 航天员的手套应该是定制 在长时间的工作之后 手套容易出现磨损 因此舱外航天服的手套属于消耗品 舱外航天服是如此复杂 它就相当于一台人形的机器 一艘微型载人飞船 为了保护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航天服贵一些 也是有道理 相比之下 SpaceX那样的舱内航天服简单便宜许多 它不需要长时间加压 生命保障系统与飞船连接 主要在起飞和着陆阶段 保护航天员免受施压和舱内火灾 意外 舱内航天服无法在太空中长时间生存 大家知道很多科幻电影 那个航天服它是无法在太空中生存 08年9月27日神州7号执行任务中 翟志刚穿的就是飞天航天服 完成舱外任务 刘伯明穿俄罗斯的海鹰航天服辅助 他是各穿了不同的 其实就保证安全 太空行走总时长不超过20分钟 任务完成之后 两套航天服都留在轨道舱 随着轨道舱坠入大气层焚毁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神七 返回舱没有足够空间 无法携带庞大沉重的航天服 安全返回地面 神州7号已经达成了检测 国产航天服的目的 其实当时神七 翟志刚就在测试 那你说现在是咱们航天员 在这个太空中 就是在也是在测试 第二代的国产航天服能力 除了消耗品和定制品 舱外航天服是可以多次使用的 一般情况下 它是可以反复使用三年15次以上 就是它一般都是15次以上 国际空间站上几套航天服 很快就超级服役了 已经超过15年了 超级服役15年 所以尽管存在安全隐患 但没有新的航天服替代 情况下 它依然只能靠这次的航天服 进行舱外维修服务 换句话说 从它现实的经验看 它是完全可以超级再服役15年 像美国这个 不止15次以上 由此可以看昂贵的航天服 只用5次就丢 那其实就是在一种误读 在一种误读的航天服务 所以我用来看昂贵的航天服务 就是在一个误读的航天服务 以后 如果用来看昂贵的航天服务 那就是在一种误论的航天服务 所以我用来看昂贵的航天服务